官政府長久以來 都有為不方便煮菜 那才是特區的店舍來送中到等 關懷到我們館來的老大人 觀眾李明智也特別在中央這個政策 來到人愛一家的廚房 等到上餐的時間 親親來煮菜給阿公和阿嬤吃 用輕鬆來照顧到我們館的老大人 也來選擇老人上餐的政策 OK囉 再換兩下就好了 好 剛做人完炒到菜準備到中島 要來送給特區老人的便當 不過認真一看 我們正炒菜的人 竟然是官長李明智 他也說 想要在中央這個政策 讓中央來吃看看他所煮的菜市 阿婆阿 現在吃下去嗎 官政府長期以來 都有為不方便煮菜 也就是特區老人來送中島等 關懷管來的老大人 官長李明智今天 也就不會來到林愛智家的廚房 但令上餐季工 清新來煮菜給阿公阿嬤吃 並準備上中島等的菜市 用行動來照顧關懷老大人 目前中午送這個午餐 給這些老人來用餐的低收入服 大概有375人 到今年7月為止 已經有萬多次送給我們這些 比較低收入的還有單親老人 讓他們來吃營養午餐 現在官政府也變了2千多萬的經費 來進行老人送餐的服務 當中菜市也都是經過專業的營養師 所設計 除了吃了營養以外 也能夠就出來關心管來的特區老人 而且根據統計 不僅已經給我們獎金400人做餐 這個照理講 我們林愛智家配由縣政府來送餐 所以我們一年要給我們林愛智家 他們送餐的經費要2千多萬 我想這個意義非常的好 他真正也能夠關懷照顧 雖然看起來只是上中島等 來給土地老人吃而已 但是對他們來說 除了吃了健康 竟然有人來關心他們 也能了解他們的健康狀況 官政府也表示 希望未來可以做到一天上冷凳 來照顧管來老大人 現在您的視頻報導